製作組合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些 我們所謂基本功的東西 是為什麼這麼重要 那我今天 一開始 一開始要跟大家介紹 我想從最基本最基本的地方開始介紹起 然後 可能有些會比較難一點 或者是有些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希望大家有意見的話可以多多跟我反應 好 那再來啊 就是 有時候啊 等我一下 有時候我們大家都會說 練鼓說 只要有心 就可以怎樣這樣這樣 其實這句話大家可能 從學古到現在都聽過很多人講過 但是其實很少人會仔細跟你講說 那個只要有心是這個意思 然後 甚至可能有些人會很偏心的跟你講說 你就怎麼樣怎麼樣練啊 或者你就在哪邊練啊 或者怎麼一天練八小時十小時啊 其實我是這麼想的 這些當然都是 都是好的方法 都是勤苦練的好方法 但是 有時候我們不用把事情講得這麼極端 像是啊 我覺得 我覺得 當然你能夠做到這麼極端 對某種程度的幫助是很大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稍微用更輕鬆一點的態度 去了解一下 什麼都只要有心 好 那我現在一開始想要跟大家講的一件事就是 打點 最基本的打點 基本上我們打點就是 就是打嘛 沒有什麼好說 就是 你就打 好 那為什麼我們說到打點就有這麼多事情可以練呢 像是什麼 輕中音 然後什麼 雙擊 Para deal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其實這些是有有機可循的 就是 因為 好 這有點講得太深 我從這裡 簡單的開始講 就是 我們在做一個很基本的打擊的時候 像是 假設最簡單的 打四下 四連一 就這樣子而已 為什麼有的人就可以說 誰打得好 或誰打得壞 其實這裡面牽扯到很多細節 就是 有的人會跟你說 你的聲音太硬 你的聲音太軟 你的聲音不均勻 你的聲音大小聲 其實這些都是問題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知道 我們要怎麼去改善這些問題呢 這個就是有很 就是需要很快功夫去處理 那我現在一個一個來講 好 那我現在就從第一個就是 打點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打出來的聲音是 輕或重 好 所以 我們 就會有人叫你這樣練 輕的 重的 那 有可能會有人跟你講說 這中間有很多練法 像是 我們最常聽到的練法 就是 它會說這種輕重音 可以分成四種手法 什麼 downstroke upstroke 然後tap 還有full 這些手法 這些手法 那這些手法要怎麼練好呢 我下面來仔細跟大家 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這些東西 非常 非常有深度 非常有內涵 然後 我 我依照我自己學習的經驗 然後把我的想法給分享給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真的很多派品 很多不同的學法 所以 我不能跟你說什麼適合你 我只能說 你可以聽聽我的意見 然後 再聽聽別人的意見 然後消化成 自己的想法 然後覺得 怎麼樣最適合我 你就這麼去做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好事 經過思考以後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 最match 最符合你自己的需求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 那四種手法